第26體將9公克的葡萄糖以蒸6水100毫升溶解後 在稀釋至500毫升 則此葡萄糖溶液的墨爾濃度為多少 我們曉得所謂的墨爾濃度就是有多少的體積 中間含有多少的墨爾 這個體積必須要以公升做單位 那我們現在的體積呢是500毫升就是0.5公升 那麼是幾墨爾呢 那麼墨爾我們的計算方法呢 我們可以用質量除以原質量或者是分質量 那麼現在我們的質量呢有9公克 那分質量是多少呢 那我們的分質是C6H12O6 那麼碳的原質量是12所以乘以6 氢的原質量是1所以乘以12 氧的原質量是16所以再乘以6 所以這樣把它加起來 這邊叫做72加上12加上96 這樣算出來呢是180 所以9公克呢我們的分質量是180 所以算出來是0.05磨爾 所以這邊有0.05磨爾也就是五十分之五 也就是十分之一也是0.1大M 因此第26題我們說 則此葡萄狼容易的墨濃度為多少 我們答案選擇是A0.1大M